各位同学欢迎回来,继续来看一看李六这一道题目吧 那首先拿到题目以后,看到是老师我的身后有这样的一个日历出现了,对吧 好,那你注意了,这个当然属于日期当中的周期问题,对不对 好吧,这一道题来看看怎样去说的 图中是某年五月份的日历表 好,现在想问该月八号是星期几 天哪,这一道题简直太简单了,对不对 好,那我当然可以从这个日历表当中一下就找到这个八吧 对吧,说老师万一这个日历表没有给你写是后面那么多 注意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一找规律呀,对吧 因为在日期问题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周期应该为几呀 一周有七天呀,仍然是循环反复出现的现象,明白了吗 好,所以啊,第一问在这儿,乐老师不用多说 咱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是有所提到的 来,审听要点,记住日期当中的周期问题 它的周期应该隐藏起来为几呀 为期,非常好啊 来,第一问不多说,来看第二问 第二问请你注意了 现在你看一看,这个日历没有给你这么多了啊 来看看,该年六月一号是星期几呢 诶,实际上就相当于告诉我 五月一号是星期三 想问问六月一号是星期几 注意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呀 是这种跨月份的 将来还有可能遇到的是那种跨年份的 所以啊,此为问题,我们小朋友 你的头脑应该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记住,总数要找好 要会对应,好不好 那么这样的问题就牵扯到了一个 诶,那五月份到底是有多少天呀 小窍门出现了 同学们应该都很清楚 如何去判断这十二个月份当中 谁是大月,谁是小月呀 有顺口溜吧 一三五七八十啦 三十一天永不差 四六九都三十整 没问题 所以啊,我们知道 哎呀,这样的话注意了 那么这个五月应该是属于大月 对不对 那自然会有三十一天 所以你看我可以这样去想 来吧 我们经常会把这个整的月呀 来,给看成是一段一段的 这样分段去算 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 一共是有三十一天 对吧 好,那如果你现在想算六月一号的话 一种想法我可以用它去除 然后后面怎么样 哎,再加上一个一天 还有一种想法 总数可以对应上 来,现在跟着乐乐老师一起来回忆啊 来开始 我比如说用三十一去除以七 好 三十一去除以七 伤几呀 四七二十八 伤四周 对不对 剩下几天 非常好 剩下三天吧 对吧 好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呀 这个五月三十一号 它应该是周几呢 余数是三 看看 我是从这里开始算的 于是三 四 五 把它写好 对吧 那这个表示的是五月三十一号 对不对 题目当中问的是六月一号 那么六月一号 我直接就出来了 应该是它的后一天为周六 对吧 好 那你看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第一种方法 没问题吧 那第二种方法 对于有些同学 你很清楚的话 也可以这样去做 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 是三十一天 那么到六月一号 可就是这么多天了 哎 我用它去除以七 来吧 我会发现上四吧 上四周 注意了 三十二去除以七 来 于 于几呀 非常好 于四天吧 这样的话 你看一看 我去写啊 来吧 还是 总数是从五月一号开始的 那五月一号是星期三 继续啊 余数是四嘛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我也能把 哎 六月一号求出来 你看看 周六 对吧 好的 好的 所以在这儿啊 同学们 如果跨这个月份了 你一定要清楚 你看看 首先总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算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后面呀 你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写一写这个 哎 日期就可以了 好吗 好了 那这样的问题我们先说到这里 答案应该是多少呀 哦呦 这六月一号应该是星期六 一块来看看 嗯 嗯 我们有一个电子版的解答过程 好了 来 第一问是不是搞定了 接下来呀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二问 该年十月一号是星期几 实际上就相当于知道 五月一号周三 问的是十月一号 对吧 那实际老师啊 先帮着我们小朋友 哎 把这个总的天数给他算出来 然后剩下的就交给大家 你来完成 好吗 那我们开始啊 一三五七八十啦 好吧 五月一号 至五月三十一号 三十一天 没问题吧 来 六月一号 至六月 四六九东三十整 六月是有三十天 于是三十天写好 下面 一三五七八十啦 所以七月一号 有 哎 到七月三十一号 三十一天 八呢 我们会发现他也是个大月 八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 三十一天 哎呦 还不爽呢 还有谁呀 哎呦 还有九月呢 九月一号到九月 想想 四六九东 三十整 那这个地方是有三十 对吧 你愿意把十月一号包含进来也可以 十月一号来吧 这里是一天 是不是可以呀 对嘛 那后面的我们小朋友可以自己来完成啦 注意 试试看 两种方法随便你选择一下吧 怎么样 写完了吗 OK 那现在你看乐乐老师我这样去算好不好 我先把这个总天数算出来好吗 嗯 那我算算看 这个应该差不多有一百五十三吧 对吧 OK 一百五十三天 相当我怎么样呢 我用一百五十三呀 去除以七 三二十一周 对吗 余了六天 好 那我写一写看啊 是从五月一号开始算的 对吧 五月一号是星期三 等以后你做熟了 你会发现你做起来特别快啊 来 四 五 六 日 一 没问题吧 刚好是六 对吧 但是啊 人家问的是十月一号 那么十月一号我就知道应该为星期二吧 怎么样 给你算的是否一样呢 来 十月一号 星期二 好了 这样的问题啊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将来以后 如果你遇到的是那种跨年的 你也要考虑到底是平年还是润年 好吗 好 在这儿普及一个小的知识 跟着十老师一块来看一下啊 周期顺序很重要 大月小月要弄清 怎么弄清呢 请看这里 一三五七八十啦 三十一天永不差 四六九东是小月 每月天数整三十 平年二月二十八 润年二月二十九 注意了 这当中那是指十二月 而东就是十一月 同学们 这个小窍门你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欢迎回来到了最后的本讲总结的时间了 改天跟着乐乐老师啊 我们共同的来回忆一下 这一节课咱都讲了哪些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呀又一次接触到了周期问题 所以这个周期现象你一定要牢记 指的就是循环反复出现的现象 来吧 周期问题的解答思路 注意了你可以分这样的几步来进行 回忆一下 第一步先找周期 第二步赶紧去列列除法算式 这第三步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的话 是老建议大家去画画示意图 如果你自己认为很熟练的话 那这一步你完全可以省掉 第四步叫做求解 好啦 注意 而且我们在杯赛考试当中经常会出现四个字 捣乱分子 一道捣乱分子怎么办 先把它给它扔掉 对吧 总数减去捣乱分子 然后你去除以这个周期 是不是等于组数 还有可能会有余数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好 最后一首小诗送给大家 周期问题 很神奇 有减到凡 细分析 列表计算 找周期 正除周期 末一个 于几周期里 地几 OK 这集以后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同学们还是老样子 挑选一下题目当中的两至三道例题 给你的爸爸妈妈讲一讲 让他们也来听一听吧 感受一下周期问题的乐趣 OK我们下一节课 拜拜